6月中有一個小型的音樂會在香港做的 現在一直在研究可以做到什麼 之前可能兩次紅館show都做不到的事情 想在這次灣仔會戰可以發生到 因為兩個不同的場有不同的規則 所以希望在灣仔會戰這個場可以做到一些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情 現在一直在研究有什麼歌 有什麼部份可以帶多一些娛樂給大家 你也注重在歌曲方面 其實歌曲、舞台上的一些效果 甚至乎我自己最弱的和觀眾的一些講話交流 我都要去練習的 反而現在做多的show 做了幾次大型演唱會 做了一次很大的巡迴 其實自己都了解到原來自己 講話是需要再訓練一下在台上 做訪問沒事的 都是講真話 但在台上講真話主要說得很動聽 而歌接歌中間又要令到大家不滿 原來好像做一個top show 是真的需要訓練的 所以我都很積極地去鍛鍊自己 這個方面的技能 會怕自己也有時候說錯話嗎 會呀 這個年代其實我很怕自己說錯話 所以說每句話都會小心 還有做回自己 做回自己是最舒服的 上網那些post上是自己打的 還是會有人幫你check的 有人幫我check的 網民吧 即是出了街才去check 坦白說我自己也會check的 但是有時候會手快 或者都會有些錯誤的 有時候打錯字 或者搞錯日子 或者很多事情都會的 盡量小心吧 現在這個年代大家都做什麼都要小心的 好 好 好